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应该说得很好 但是今天拉得太凶太猛了 而且一档台积电 把整个行情搞错乱掉 所以这种盘 我一开始 我在9点10几分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的会员 经开转折二高盘 台积电赌长就占了200多点 指数失增 个股表现 不要追涨 盘中拉回 我们再来布局 你不要一开盘扭 就是乱抢股票 不要看到利多多乱抢 反而我跟昨天有跟大家讲过 我都有在做部分的调节 我把子股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 我昨天就把这个2401的领扬 很多人来问我 2401 老师这个还不能 能不能报 我说我会拉高就卖 拉高就卖 我就出掉了 这一档股票 我从这个开始涨的第一天 到昨天为止全部出光光 股票本来就是有买有卖 不是说只有买没有卖 高调节 低要买再来买 这种做法才是正确的做法 今天这个盘 可以说开了高点 把它视为一高压力盘 马上碰住到16000点 那么今天的最大工程 就是台积电 我昨天有跟大家讲过 再攻荷兰 是可以慢慢攻 因为16000反压非常的大 你会赚指数赔股价 今天是不是这个样子 今天很多人盘中都赚指数 好高兴赚指数 指数大涨 曾经涨到300多点 现在部分是倒跌了 最低倒跌92点 震荡达到400多点 高档震荡爆料 一般来讲会判断说 这个刷起来了 这败买了 不会啦 因为台湾的钱太多 而且今天开这种 转折二高盘 大家都知道会跑股票了 所以今天一开盘不久 马上就杀下来 杀了三波段 很明显是有人在 看到这个行情 在调节指股 调节一定是什么 中小型股 你看中小型股跌得鼻青年总 贵买的跌得3.42 贵买真的是很惨 一支长黑 灌破五日线跟四日线 这个就是贵买这些部分 中小型股你要小心 尤其是高价的中小型股 你要特别注意 我在节目中 一致地跟各位讲 我都有在卖 包括5483的中美金 这一次是市场都没有在讲的 就我在这边讲 100块附近我在讲的 到180 我们在听我说 这个好这个好 我没有想这个好 我跟你讲180我出掉了 亲爱投资本你自己要保重一点 包括6488 我说这个差不多了 你不要乱买 三顶上完有谁能赢啊 底部进场不赢也难 说老实话 今天这个盘走到这样子 我也没有看坏 我不会看坏 我们再回头来看 今天的这个 可以说今天的这个好头戏 最会握手了台积电 台积电 首剑六字头 台股平万六 台积电昨天的滑梭位 可以让大家惊艳的是什么 台积电的这个资本支出 达到251到281 这大力多了 台积电我们可以看到 公布的第四季财报会赚5块5毛1 所以它前年赚了19块9毛7 600块 我们把它算20块好了 600块 本利比是多少 30倍 30倍的本利比 一定要台积电在今年 2021年要 还要两个位数的成长 才有办法支持这个股价 所以它一定要是要这样子 它另外就是 今年扎出的资本支出达到250亿 这个250亿很大 高于市场的220亿 本来台积电估计去年的时候说 170亿 结果是250亿到280亿 但是你看到这个利多 你第一个想到会想到什么 台积电的设备厂 设备厂 台积电设备厂大好才对 对不对 一定是台积电设备厂大好 结果台积电的设备厂都是很高价的 包括3680 这个都是很高价的 包括这个高价电子股里面的很多 今天都逆向而跌 都是逆向而跌 高价电子股 所以这里像爱普就是台积电的高 这个也算是很特殊的一堂股票 最近飙了很多 到660 业绩也三块多 我昨天有在讲这一堂股票 你不应去追高 不要去做追高 我跟你讲股票千万未必 不要去做追高的动作 我四星我800块出掉 我就跟大家讲 四星3661 我出掉 我今天又回到800 这个很强 可是我出掉以后回到750 这个算是很强的股票 这是IC设计里面强的股票 好的股票 包括同志3552 我都跟你讲我卖掉了 这个300块没有达到 280块以上我就出清了 出清了 那就是要懂得高卖 上五期的领养2401 今天在昨天就卖掉了 23块以上我就拔档 2401 我就拔档 开始拔档 他也不会马上挂 他有业绩 他的这个 我当初会介入的原因是因为 当初我在这里买进的时候 买进以后 定高级的马上上涨 连拉两支涨停板 连拉两支涨停板 我是因为领阳创新 25236 这是为上 这是新贵的 一直创新高 所以我们买这一档股票 我买股票一定会有原因 不会乱买股票 我们买了又隔天又涨连板 可是最近外资沿路的大卖 2401 这欧卖买买 每天买 每天都卖 我把这个再改一下好了 很抱歉 把外资每天卖 连卖了好几天 不是说外资卖就会跌 可是他这样卖完很惨 对不对 这样卖卖筹码就会乱掉 所以我们就先退出去 这定估值的赚了3块半 先把它退去 3块半 4块 两人算不错 3 4天而已 快把它贪回来 然后我再找另外一档股票 要再做切入的动作 像今天我在最前面看哪一支 更好 路越清越越好 这一波的沙盘就是 你要这一波沙盘买 或者是这一波沙盘买 你不要在这个买这个买 你要沙盘买沙盘买 这个就对了 这个盘还没有结束 哪里有一天就结束了 不可能这样子 不过1万6那边 今天这个盘这样子爆剧量的话 今天一定是爆剧量 今天这个量人估计是4000多亿 这个在K线理论叫做 乌云造顶 乌云造顶 乌云造顶的话 这个就是会列入整理盘 那么最坏情况是跌破了五日线 这个下个礼拜就要见真章了 那么五日线下来 基本上还有十日线支撑 还有月线支撑 这也很合理 涨多的拉回 都是OK的 也不用太紧张 像我这边讲的 一定是我们所做的股票 我不会讲别人的股票 利基 利基像我们这个350 400 也还没有跑 他这个获利能力真好 获利能力真的很好 你看12月存益206倍 赚1.95 赚1.95 所以我当初选这档股票 原因就在这边 因为有这个利基 所以我敢选这档股票 我选的一定是从EPS 它的获利能力在2021年 有爆发力的我才会买 它的合理的本益比 我心中的合理本益比 是20倍以下 不会30倍 20倍叫5% 我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 着眼点去嫌股票 我一定会采取这个策略 这样子来做的话 既安全又可以赚到钱 既安全又可以赚到钱 你看12月23351块 我就跟你讲到现在 我每天也是讲这档股票给你听 我不会说没有讲这档 像今天的日月光 今天日月光也是不错的股票 3711 今天大盆在沙他有下来 下来这种盘你跑得掉吗 根本跑不掉 跑不掉你就要懂得接 下来就可以接 可以买放心的买 安全的买 这种都是好股票 像比如说像我昨天跟你讲3042 这个下来也是可以买 是不是今天打到五日线 五日线在83块2毛 你要做什么动作 你83块2毛 你基本上 你要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买进的动作 你他打下来你要敢买 对不对 要敢买你才会赚钱 这样子的操作就是说 有打下来你才来买 我买他也有道理 日系的调高 三度调高到95到102 他导入的5G 这一次YY6 这些YY6包括刚才立即首讲的YY6 像这种打下来你要懂得买 像我今天打下来的时候 我就有带我的会员下去 我就不客气跟他们讲 你要懂得不及 下来 832以下全部把它买 都把抹下去 都把它卡住 子数跌 跌而不怕 你要懂得买 下来全部把它 832把它买 你看子数跌 我还是赚 你加入了新会员 我是不是带你进去买 对不对 带你进去买 我下个单年有再拿证据给你看 本来股票是拉回来买 你每天都是抢 抢高 追高杀低 你就赚不到钱 所以大家要注意 在我一度的跟大家讲 在2021年 要步步为营 要加一个选字 注意修正波 邪恶第五波 风险管控好 你加入我们LINE A 小老鼠墨尔屋168 管控风险赚进金牛财 我一定会管控风险 风险管控好 我买的股票三立三升的股票 未来2021年 既有爆发力的股票 主力在这边买进 或在这边买进 还有一波 大波来买 这才是真正的做股票 不是天天去追 我今天在我们 还有Telegram也讲 这种盘 你不要去追 拉回来买 都会赚钱 你守定强势股的五入线 拉回来买点 就OK了 对不对 墨尔55168 小老鼠墨尔55168 欢迎大家加入 那定国去 你看我们连 连羊又卖掉了 20%又赚到手上了 前一波的2481 我卖掉我都讲了 强漫我卖掉我也讲了 57块以上我卖掉 我都讲了 在前一些日子的 六四四三 年轻啊 我卖掉也有讲 为什么我怕你去买 你买的套到说 老师叫你 我来买套劳 我除了都有讲 我就是大家的好朋友 定国期机会又来了 我就怕股票大涨 股票大涨反而不好 股票有跌反而好 因为大涨涨太多 真的是很危险 这里只能缓步攻坚 步步为营不能挤达 挤达就会出事 我等一下下个待会 再跟大家讲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 节目的现场 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最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二 Do you want more but come to more 欢迎买点 0223516168 0223516168 摩尔坚持 用心悬骨 从全球经济脉动 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悬骨策略 摩尔坚持 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最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二 Do you want more but come to more 欢迎买点 0223516168 0223516168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盘 开了那么高 长了300多点 都是台积线所贡献 然后下杀到92 我跟你讲说 不会挂了 台积电固然很重要 成也台积电 败给台积电 你想想看 今天把台积电扣掉 台积电目前是涨了18 18点大概 加贡献的指数 大概150点 解释说今天这个盘 没有台积电的话 是跌150点 那你要懂得买股票 买什么股票 买2021年 三立三升的股票 这些股票将来一定会慢慢的发酵 慢慢的发酵 三立三升 哪些三立三升的股票 我都会讲出来 毛利率 营业率 税后净率 上升的股票 另外筹码面很重要 如果阻力还在 阻力还在 你可以享受这种 你阻力出掉 你就要赶快跑 我就是 都是这样做 所以三点上完 有谁能赢 底部进场 不赢也难 你不要每次 人家涨了 到高点你才去追 对不对 五四八三 我跟你讲 高点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低点你不卖 到高点你才去追 那你当然赚不到钱 像今天来讲 这个盘我根本不怕 为什么不怕 合计是有股票 不是爆一缸字的股票 今天你爆很多股票 你真的会怕 爆大量 开高走低 杀尾盘 吓死 我不怕 为什么 我跟你讲过 这个空前管控很重要 我今天反而 我喜欢它跌 这个股票就是跌比较好 跌才来买 9.37W的乖蛋里 我这挂的等它 挂的等它 9.37W你看 挂的等它 它就乖乖的来给你买 对不对 是不是来给你买 买到了嘛 买到你今天至少没有赔 还赚两块钱 这样买股票 这样买股票 现在的投资朋友 就是这样买股票 我都是事前告知的 我这边手挂的股票 一定是我有的股票 领养我出掉 我跟你讲 对不对 好我们再来看 外资筹码的归属 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这一次 忽买忽买 忽卖 但是至少它还是买得比较多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是卖的 它昨天 起伍还放空 起伍还大量放空 达到两万八千多口 对不对 结果它今天被嘎的吓死了 起伍到一万六 现在起伍 我们把它看一下 现在起伍剩下多少 15725 差两百七十几点 最低的时候还到156几 震荡三百多点 吓死人了 震荡差不多四百点 快要四百点 你今天假如买错的人也是挂了 今天最好的方法就是这边放空 什么补都赢 这就是目前筹码面所呈现的 外资在布空单 外资在取货布空单上是避险的空单 这合理 我们先来讲一下 法人的筹码外资买卖潮 投信的买卖潮 我们可以看到 它买卖潮不一定是正确的 有的会赚钱 有的赔钱 外资在买 在上市公司 它买的比较正确 它买的鸿海2317是赚钱的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鸿海要做汽车 一波两波第三波 你这里就要整理 它一直藏红以后 它大部分都会整理 你又不用急的买 外资套在里面 它就会拉给你跑 外资买的比较成功 我们拿来讲好了 新兴3037算是成功了 这个10天内 在今年来买 新兴你看它今天就跌不下去 它就是外资买的关系 2458 2458这个也是外资买的 但是今天却藏黑下来 那藏黑下来再看 这个是外资买进的 投信也有买进 这等到拉回要买再来买 所以说像这种2368 2368也是外资买的很多的股票 今天矿新高 创新高不要追 等拉回要买再来买 外资投信都大买 这个等拉回再来买都来得及 但是外资假如卖的话 你要逃命啊 昌龙2603 昌龙他赚很多 他从十几块就开始买 昨天缓弹我会跟你讲 阴照 阳明2609 我有跟你讲 阴酸 今天跌0版 你收看我的节目 我都会告诉你答案 你有的我说你赶快跑 因为他在卖 他在卖你需要注意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 有些股票在卖 你要小心一点 不要去做最高的动作 投信在上市的部分 一般来讲都比较没有影响力 他是跟班的 但是他也有成功的 像2368他算成功 日夜光算成功 星星算成功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股票都算成功的 天理这个是已经涨到天际 已经看到不知道涨到哪边 我们不谈 广乙 广乙这个2328 这个就可以注意了 今天又拉到涨停板 这个又拉到涨停板 你看广乙 对不对 像这种就是过年的行情 过年的行情 这是比较特殊的 我们才会买 台达电已经涨过了 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讲 但是投信在卖的话 你就要注意 像2337 我投信在卖的时候 我领先告诉你 这个不能再玩了 我42块出掉以后 我就跟你讲 卖 卖算不可以避免 有没有 杨明泰也在卖 杨明泰也在卖 所以你可以注意这些 所谓的外资跟投信在操作 就要特别的注意 他们当然比较有钱 这是我们可以参考的 但是外资在上跪 他比较没有办法 上跪的部分就要靠投信 投信在为养小鬼 最近养了3324 这个是这档股票也是很强 我在这边说假突破也很危险 到这边我跟你讲说 这里可以买嘛 有没有 我讲的这个可以买 你看投信大买 红硕也大买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加邦6284 这个是被动元件 他也大买 但是这几天涨不动 涨不动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不要再去做追 追高的动作 那么汉磊3707 这一档也是最近涨很凶的股票 这个也就不用再做追高 等到拉回要买再来买 仙德也是5457 也是涨得很凶 没有涨什么 这是缓弹而已 那我们再看乱论6187 6187 这个也是涨很凶的 这个是台积电的 所谓的设备厂今天 所以今天台积电的设备厂 利多出现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动作 调节的动作 等到拉回要买再来买 这是长线的 投信在操作卖出的部分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像我发觉说 投信一直在卖中美金 有时候告诉你 台办我都有跟你讲 说这个比较危险 环球经 这些都是投信在卖的股票 那外资在上贵方面的话 买卖就比较没有影响力 不见得都是对的 不见得都 他最近买了红杰科8086 还好 可是这个都不能追高 这本利比都太高了 红杰科我在100块的时候 告诉前国的投资朋友 我这边我不可能跟你做介绍 我买红杰科多厉害 我不会这样讲 因为我告诉你的是什么 2021年 要步步为营 心头加一个选择 你要找一些真正的 2021年既有体材爆发性的股票 就是电动车 被动元件因为新机科 那个华新科火烧房子 对不对 那就不谈了 被动元件 现在我要把它拿下来 IC设计还有 我们从这边来找股票 从台积电的概念股来找股票 心头加一个显示 涨多的修正坡 这个修正坡 你要避开才是赢家 股票一定要设停损 邪恶第五波 延长波风险管控 加入我们LINE A 我帮你来管控风险 赚尽金牛财 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真的想赚钱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加入我们Telgram 莫尔55168 小老鼠 莫尔55168 关LINE A 小老鼠 莫尔55168 好康来了 我们压股资 又要再度进场了 股票跌 我们还好可以带你进场 税末讲红包 二到三档快速达标 我股票不会买很多 两到三档 看不对砍一档 砍两档再来买新的股票 不会让你抱一堆的股票 绝对不会让你这样做 这样做是危险的 亲爱的投资朋友 想要赚钱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参加 加入我们赚钱的行列 首先还是祝大家周末愉快 换该心情迎接下个礼拜的行情 谢谢各位再见 拜拜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贫乎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创 优独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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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立创